我們又見面了 最近職務司司長叫年輕人洗碗 你好像未畢業 不過都快了 一年後就畢業 他不知洗碗幾貴 早兩年都要洗碗幾貴 還有就是就業問題 你叫他做保安也可以 我樓口的保安就很害怕 當時最低工資 他很害怕 那時候是五千多元 早幾年又是五千多元 我們五十多歲 他當然要請年輕人 如果有最低工資 他們又不能勾 現在還有勾 有十萬元 問題就是 做保安 你去了做保安 保安的叔叔 很多阿嬸阿叔 因此工業退休 其實完全沒有解決就業的問題 還有就是人力資源計劃 你年輕人讀完大學 你分了科 你都很專門 統計 你都要做文科和數字有關 有些社工 教書 全部有專業訓練 然後叫他去洗碗 你是控制了政府資源 你張建宗 以前還是勞工福利 這個阿哥 既然這麼簡單 你們為什麼不去洗碗呢 我想不用想 我都知道 年輕人聽到就是慶國伙市 聽你分析一下 你是年輕的一代 你面對的了 我年輕時都面對就業 不過現在勞好就不用了 但你一定要面對一年後 可能環境一樣 那麼差 那你有什麼回應呢 其實張建宗 他本身做勞工合福利局局長 有個很有趣的啞號 叫做廢膠樽 很明顯是因為交通津貼事件 他被指是不懂得提出文情 那政務官出身的很多 其實是有Hierarchy 他們是會覺得自己是天之嬌子 入到政府可以做到政務官 其實很多現時的高官 其實都是有這個情況 我們看到張建宗 發表一些這麼離地的言論 好像當時美國紐約市長彭霍 就說不如你帶學生去做通渠 其實起床點可能高 你真的找一份正常 和你的專業是對的工 其實是充分反映到他 實際上他是很不了解 現在年輕人的情況 根據一個調查 之前本身的林榮偉 其實搞了一個 正在青年事務委員會 都是政府的諮詢委員會 但他也懂得搞論壇 他那個研究智庫 就發現原來現在15至18歲的 青年失業率 原來是高達兩成 而如果18至25歲 都有18% 數字是很不理想的 現在的情況 這是現在的情況 你幾個月後應該再惡化一點 其實現在武漢肺炎也未完 所以很明顯不會有什麼改善 這是五月至八月的數字 那你年輕人 我猜就繼續躲在家裡 如果你說是未讀過大學 那些好像 現在的世代的人 就好像不太急要做事 我以前在英國見過 他們是20%失業率的 80年代未 90年代初 那些人是沒什麼所謂 很有趣的 當然香港就很驚人 我們習慣了1-2% 其實是等於全民就要的 但是現在已經去到 如果你說年輕人要10%的問題 就很大 除了沒什麼做之外 其實最大的問題在哪裏呢 你那十幾歲那些 可能是他未面對經濟的問題 但是作為一個年輕人 那你讀完書 應該是要走入社會的時候 那如果 告訴你 你繼續在家裡 那怎麼讀人呢 行不行 其實如果說現在的失業率這麼高 當然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些企業很多都倒閉了 就是在武漢肺炎之下 其實我們都見到 例如現在是學校停了課 補習社其實是沒有生意做的 例如中小學 他們停了課 很多的課外活動的承辦商 或者很多其他 和學校周邊有關的企業 都其實是支撐不了 所以失業率其實是因為 政府的政策做得不好 令到很多公司倒閉 公司倒閉了 沒有了職位 那便會導致失業 如果是現在的失業率 又或者短期內的失業率 其實問題是在於 政府的抗疫政策做得不夠好 做得不夠好令到一些企業 是開不了工 還不斷會有新個案 其實我們看到 防疫工作做得不好 其實會影響到其他行業 最後導致的就是 很多人失業 這兩天就好一點 晚上都可以吃到九點 但是就算是所謂報復性消費 可能增加基層 會增加一些工作的機會之外 其實都是很大的問題 年輕人 如果我沒有記錯 現在講的是上次SARS之後 SARS前後 都出現一個高失業的情況 那時候搞了很多扭教教的事情 包括是搞什麼 跳棗市場等等 最近呢 最近呢 大陸 都面對這個情況 李一強就叫大家擺地攤 地攤經濟 你覺得年輕人 其實是否應該可以考慮做這些事情 即是說 政府又不會找到工作給你 整個社會經濟環境 那些老闆都沒有生意 整個經濟衰退了 沒有人幫到你找工作的了 那你自己開始自己去做一些生意 現在又可以在網上開個公司 在網上做商貿這些事情 那面輕人其實這方面是挺有天分的 應該挺活的 起碼給我們先 即是說搞網 來個網去做一些小生意 從而做到自給自粗 最少找回名用 好似度過這個難關 那你覺得 年輕人 坐在那兒等政府 還是應該自己想一下 解釋你 現在 很快要找工作做了 但是又擺到明目 因為周見忠祐說 測下了封信 有個社工 寫了七十封信 都沒辦法找到工作 問他怎樣 他就叫他洗碗 我想你不會打算洗碗 我的社工其實他的七十封信 已經是小事了 我之前看了 那個劉榮偉搞我的論壇 是有些人幾百多封信 都沒有offer 在現在這個局勢之下 很多今年graduate的freshgrad 找不到工作 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整個香港的營商環境 或者整個香港經濟環境 其實現在政府去搞很多例如 我們現在看到 香港是成為 美國和中國的衝突磨心 所以香港的經營環境 或者整個就業環境 其實一定是變差的 它一變差了 其實全職工作 其實已經不再是一個很reliable的選擇 所以如果我自己 我接觸的年輕人 其實大部份 現在都一定是很多不同的兼職 甚至乎是幾份兼職 當成一份全職 可能找全職工作 已經不是年輕人的選擇 或者找全職工作 都是一種騎牛穩馬 可能是為自己 將來自己創業去做一個準備的 即是有很多些 做開一些想做start up的 都會先去有關的公司 即是一種類似的經驗 然後再自己看一看 怎麼走 嗯 那 那 你也好像有做兼職 即是學生時代已經有 賺錢了 其實你可能 你這些好像是好的例子 可能學生的時候已經 做一些技能 做一些兼職的事情 如果一時三個武功做 就加強一下這方面 這樣度過這個 難怪 剛才你也說過很多 那我其實不太了解的 即是你說年輕人他們 即是年輕人 即是年輕人 即是學生 基本上學生他們 他們有些什麼生存之道 找工作 即是我覺得香港那些 就幫人補習 學生 但如果我在外國見 其實他們是很普通的 即是學生就很喜歡去 即是那些最低工資的工 即是在商店 或者去餐館 做一晚半晚 那 即是十磅二十磅一個小時 即是這樣做一萬 十磅二十磅一萬 這樣去賺錢 而基本上他們可以賺到 自己使用最少 是吧 那好像不需要 處於一個失業又沒有錢 又不知道做什麼 那麼困難的局 那現在 即是你剛才說 其實以你了解 一般人他用什麼方法 去找多些生計 度過自己的困難 剛才 其實香港為什麼很少年輕人 好像外國那樣 即是找這些 可能去一些餐廳 或者在索箱馬騎 其實問題是 因為香港的工資 實在是最低工資 裡面是低到一個點 這樣做一萬 其實是絕對不會有十磅二十磅 是可能只有十多二十磅 不是的 可能有一百元 但是問題 吃一兩餐已經沒有了 即是香港物價又貴 工資又低 所以現在很多的年輕人 都是幫人補習為主 如果有幸是本身掌握到 那些惡器技術 可以加上琴 因為始終香港都是一個 相對而言 在現階段都是富裕的地區 一些家長 例如中產的家長 甚至乎一些基層的家長 都可能會有閒錢 給那些小孩學琴 還有香港的升學制度 最喜歡在這裡計算什麼分 可能你認識這樣 就可以加多少分 所以那些家長是很有興趣 給自己的小孩學琴 即是找人教琴 是的 主要都是教琴和補習 教游水那些都有 都有 其實什麼都有 總之就是一些技能 最重要是自己掌握定一些技能 有沒有人是專門去餅店 學做餅店 即是已經在中學時有這些經驗 反而是比較少一點 但如果家裏是做開的話 或者會有 問題都挺大的 如果什麼技能都沒有 好 假設 那現在 即是你所知 他們去茶餐廳 送外賣 這類這樣的散工 有沒有年輕人做的 其實都有 如果一些本身是沒有大學歷 即是中學畢業 出來工作 很多都是會做這一類 或者去做一些店員 那些 店員 即是一般的銷售 類似 即是我們見到 街上有很多 都是銷售的那些 或者有些 如果又有興趣的話 可能去做地產代理 或者 地產代理也可以 因為本身 其實要考地產代理牌 就不難的 即是整個選擇題 所以如果要做地產代理的話 這樣就 但是沒有錢 他是要做單生意才有錢 是啊 所以真的很考人工夫 但始終地產代理 都比起 我們的店員 好像高級一點 所以很多年輕人會有興趣 有沒有人學好水喉 整槍 這些技能 有些是排考的 這些 有沒有人做這些事 沒有的 這些其實本身 由於他真的要一個排 很多都是有些 可能職訓了一些短期課程 有些人都會去考 哦 比如讀職訓的那些培訓 那一陣子是很多的 現在說是0304的時候 政府是有些 你報讀這些課程 是有些錢給你的 很多人就要轉 就是要轉型 報讀這些 甚至要報讀做保安 保安都要 好像都有一個牌 都要報一下課程 是啊都有一個 報好像政府又幫你 就是給你錢 政府 有一個遲了信守基金 是嗎 是啊 好像是 不是 我都好像可以一生申請一次 不過沒有 多了我都不想 但問題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年輕人 年輕人 你覺得 選擇去讀這些課程 學多幾樣東西 我覺得挺有用的 就是 譬如你懂得做電器 在家裏加電 其實很多 不用每次都叫人來做 一兩百元的 你叫人來做水喉 那些東西其實有些少技能 你去讀一下課程 是否一個都是值得的 試意的出路 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 其實很多例如 為什麼會 像張建宗說的 張建宗會認為 發出七十幾份CV 那就不可以洗碗 其實很多的年輕人 都可能是想找一些 他們認為比較舒服一點點的工 其實現在年輕人 其實是身於一個 八九十後 很多都是成長於香港最富裕 最成功的時代 所以對於水喉工 或者 例如豬肉爐 豬肉爐其實現在是沒有人做的 現在政府為了鼓勵多些人 入行豬肉爐 是要整個 叫做什麼 肉類切割技術園 然後 擺個課程 在周圍叫人報讀 看到有些被視為粗重的 其實年輕人會比較少有興趣 我們看到為何是銷售 或者是店員 最基層也好 都是做店員為主 是不是比較容易 你考試便級就算了 那你就可以 都不用學 人家聰明一點 立刻就可以上手 可以做那份工 是的 很多會兼職麥當勞 麥當勞是否一個好的選擇 因為我感覺好像是很刻薄的 那些工資 本身誰都可以做 來去自願 想開工就開工 即麥當勞 多不多年輕人做這些兼職嗎 都有的 因為本身如果他沒有什麼 例如他不是大學生的話 很多都會去 即中學生 那些十五至十八歲 很多都會有空去做 你有沒有做過 或者你的老友有沒有做過 聽過是有人做的 他們的經驗就是 這些 張建築說 洗碗都是一種磨煉 我不知道他 但是我覺得 你做這些 純粹是手動的工作 沒什麼特別技能 但是你都要學懂一些東西 就算是炸東西 都要技巧 其實你在坑塔裡跟別人接觸 都要提供服務 其實都是一種接觸人的技巧 你黑一黑面都不行 人都要學一下禮貌代人 樂善代人 其實都是一些人際關係的鍛鍊 但是有沒有覺得 是一種生活體驗多 還是為了要賺錢多 即是說是 學生仔覺得 我這樣也叫做是經歷一些事情 如果是這類的話 都是生活體驗為主 即是現在的年輕人來說 其實香港本身不是一個 至少在之前 不是一個落後的地區 他始終都算是有錢 其實很難會餓死人 而且年輕人 其實如果他 除非出生是很基層 否則其實家裡 都會有一定的資源給他 可以有飯吃 所以他們是不會像上一代 是會對於生計上面 是會有擔心的地方 所以如果是這類的話 都是一個生活體驗多一點 你說還有一樣特別的事情 就是 現在香港那個社會的風氣 做父母的 覺得你做這些工作 就代表我連用錢都給不到你 可能覺得沒有面子 就不會鼓勵那些小孩 去說你自己找來用 就是那個心態 我覺得 香港真的有這個現象 而那些年輕人也是 我覺得都會是 但是我們留學的人 就會知道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那一代 當然現在可能 中國紅現代多 留學的人的情況 怎麼不感覺 不過比較肯接受 就是你去做一下這些事情 還有就覺得 就算你家裡給錢 其實你給了學費也很貴 去留學十幾萬 幫你給了學費 那他們覺得 我自己賺回自己的日常的玲瓏生活 那就是對的 就是他們有關鍾心 但是他們不會覺得 是家裡反正有 那我那時候真的 那些家裡人 在馬來西亞 你知道 馬來西亞有錢 去英國讀書那些 其實家裡也有錢 但是他們的生活 就很簡單 就是不會亂花錢 可能是華人 還有他們肯自己去 蘇貝爾賺回幾十磅一個禮拜 就自己有自己的生活費 那就不用家裡給錢 第二年已經是這樣的了 去到幾個月後 就適應了環境 可能這個 講得遠了就好像是留學的經驗 但是反過來 你不是需要的的時候 那年輕人 是不是真的 因為很有自覺 才會覺得 我不要家裡的錢 家裡隨手可得的錢 我不要 我喜歡去自己體驗社會賺錢 或者做這些事情 了解一下基層世界 是什麼環境 有沒有這樣的文化呢 就是會不會 我炫耀 我做過很多這些事情 我們那時候會炫耀的 我們是窮過的 打工廠工的 做過貨車跟車 就是會炫耀這些事情 大了之後 我也可以炫耀這些事情 就是叫做窮過 窮過有時候也是一種炫耀 但是年代的人 有沒有這種情懷呢 就是年輕人來說 如果是這一種情懷 或者現在的年輕人 都不怕說 對於現在的年輕人 是身於這樣的環境 就是本身上一代的香港人 他們下來了 賺到錢的話 他們自己很辛苦 他們是會有一種 很自然的想法 就是不想小孩子這麼辛苦 所以會有所謂草莓族的存在 在現在我這一代裡面 就是百九十九 草莓族是指什麼呢 草莓族就是所謂 溫室裡的草莓 以之就是經不起挫折的港蟹 那這件事其實是源於本身 香港是一個借來的地方 借來的時間 那些這樣的人 其實很多都未必會有一個 對於怎樣去長期培養子女 成為一個成功的人的計劃 很多時候他們都是想好了三餐 然後就想不到其他事情 即是他們本身工 他們都是捱出來的 他們不會明白 其實給這個小孩子 其實可能要多給他一些機會 去知道下個基層世界是怎樣 即是就算自己有限成為中產 都要知道究竟磨練 是的 例如張建宗這樣 他是不明白這些事情的原因 是因為他本身 未叫過 他自從進入了政府之後 平暴清雲 那麼舒服 天天坐在辦公室 探冷氣 其實他是不會有一個 對基層生活是不會有什麼了解 例如劉明偉也是一樣的 即是他那時候就說 看少一些電影 去少一些日本 那你就買多樓了 但是他是想不到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像他那樣 爸爸是劉聯雄的 很多人其實是沒有這個家底 可能要捱得很辛苦 要用時間去打工 然後才可以勉強捱到三餐 這些問題其實都是這樣來的 或者我的父母會可能覺得 小孩子不要給他那麼辛苦 可能都是出現來自了這種問題 請教你 其實如果你不是我 我覺得出自不要說很窮 基本上是基層家庭 沒有什麼資源給他 沒有什麼零用錢給他 其實這個 他變成要自己做一些 開始是一種生活體驗 也是一種鍛煉個人 其實是一種正面的事 其實是早些 叫他設法子找工作 找一些生計 是吧 令到他早些 有這些鍛煉之後 到他真的需要做工 慢慢向上爬升 他個人的個性 會能夠承擔大任 我覺得會這樣 但是 因為 現在已經是精英教育的時代了 其實如果你讀書比較厲害 那些人好像可以順利一些 你讀書厲害 找工作 跟著厲害 會順利一些 就不需要經歷這些事情 那我 時間很久了 即是他年輕的時候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我就比較想 這方面去試一下 那方面去試一下 即是學一下 各方面都學一下 或者各方面都有心去瞭解一下 那現在這代的年輕人 有沒有這種心態呢 其實如果有這種 growth mindset 的年輕人 其實 怎樣都在大國和社會 其實就算在外國也好 其實按於現狀 不是太進取 想著穩救就算 其實是佔大多數 這是無可避免的 即是可能是一些 有積極進取 還有一些好奇心的 才有機會去做到 是一種不斷地持續的學習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政府才會搞一些 例如持續進修基金 或者各式各樣的 scheme 去鼓勵人去讀多些書 去學多些不同的技能 其實就是因為 本身任何地方的人 或者其實任何人 都會容易安於現狀 和容易不想去改變 即是就算很多 例如讀會計學的 會計系的 理論上 會計系是可以免了 去考其中幾張考試的 但我們見到很多 都會考考一下 最後是放棄了的 即是沒有考到 將會計師牌 這些情況其實是很常見的 我們見到可能他覺得 其實就算我現在沒有會計師牌 我也過得不錯 安於現狀 其實是一個不論在香港 不止香港 或者在其他國家 或者甚至乎其他地區 以致歷史上 其實也有很多這類問題 我印象中 你是當成精英 即是我的年來 讀大學的人都少 無況你是中大 相信你都是比較特別的 讀到那些冷漫的科目 是不是精英都是這樣呢 在外國 你剛才說的外國 在外國不是的 年輕的那些 有很多是很個人 由於他很個人 他很年輕 就會想一些 超脫了他的環境 不是說完場 剛剛說完 走了很遠的地方 例如去了非洲 去了其他國家 去了狂 去找工作 其實現在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比如你香港沒有工作 我直接去非洲打工 或者去那些國際NGO的機構 看看有沒有去遠方服務的工作 那些工作可能人工很低 不過你去了很遠的地方 你是另一個生命的體驗 其實香港還有一些 比如香港的勇武派去台灣參軍 因為軍人的職業 就是人數不足 在台灣 這個都是可能出現的 就是說你年輕人 如果你說沒有了 那怎麼辦 就坐在那兒等工作 還是說我不是的 我生命是應該要積極的 我要出發去找一些東西 就算香港沒有 我離開香港 去找這些新生命 你其實就是年輕的 才有這個機會 可能你要個女費 要個女費 大家夾給你都會完 是不是 如果你是年輕人 年老當然不用了 年輕人夾錢給你 但是你個人敢不敢去闖這些東西 就是現在的年輕人 香港人不斷 我不是走出去 在外面找一些新的生命 新的東西 體驗十年八 再回來再說 你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有沒有這種 以你周圍認識的人 有沒有這種 你是不是心大的人 之前其實有傳媒 其實是一篇投稿 有位在明德書院 這間明德書院 是港大的持讀進修學院 開的一間獨立院校 但是那個認受性 其實真的不高 而且現在是因為做得太不好 然後可能因為虧損的原因 現在是倒閉的 但是就有一位畢業生 就去了泰國 去某一間大學 專門教英文 類似 這一種 其實我們看到以往 香港其實 尤其是華人社會 在港口巡規導軌 是少一些 這些去冒險出去闖 所以其實 香港這類東西 其實在以往的確是比較少 但是現在 年輕一代其實是 很受西方文化影響 真的好像這位 明德書院的畢業生 在香港其實 就業市場 未必是 人們看到明德書院 一查 原來剛剛倒閉了 原來年年虧損 虧損了十年年 校舍都找不到 給政府 不批皇后山地皮 給他 皇后山有地 是用來給大專院校用的 但是移籍 他又會去泰國找工作 又在泰國教英文 的確是在香港受教育的 英文一定是 不一定 你去泰國肯定做到 因為我也有些 跑步的 有些團員 專門去減培債的地方 跑完步 順便就教書 然後籌錢 幫他 山區的小朋友 幫他 教書 如果你肯做這些 我想 不是很難的 因為他都沒有什麼 人工給你 可能人工很少 但是他有吃有住 但是你去那裡 生活了一段時間 這些情況 你想起來很浪漫 我也想去一下 但問題是 只有你年輕的時候 才有這些機會 而且也只有年輕 剛好碰巧 失業率高 沒有工作機會 那不如出去 坐下天下 嘗試一下這樣的體驗 是吧 你覺得 這是不是一個好的想法呢 在我們節目 差不多完結以前 作為年輕人 你想想 如果我反正 那個社會 沒有生機 暫時 其實經濟 永遠是一個循環 你坐下 低潮 沒有工作 反正沒有工作 那如果我 不如去找這些 遠離香港 或者去外面做工 坐下世界 就不要這個人工多少 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你會不會製 其實現在的年輕人 尤其是 受西方文化影響的 他們 對這些事情 其實很有興趣 我們現在見到 有興趣 但是不夠膽 充罪 其實有不少 因為香港的環境 真的越來越差 真的這麼難找工作 各方面的社會事件 又令人喘不過氣 那其實 那些年輕人 其實現在是 越來越願意去離開香港 我們見到很多 就是台灣發展 我們見到很多 是會走去歐美地區 什麼都好 那有些 我很多同學 都對於英國 有機會被BNO的後代 其實很多都很興奮 我一代全都是 九九年 九八年 或者零零年 其實 很多都是 一定不會有BNO 所以他們是很期待 可以有張 BNO護照給他們 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做事 就是 是 這樣吧 這個想法 其實是兩方面的 首先就是 環境令到你不如一試 其次也是 自己不妨 調轉個思維 想 一個這樣的 時代這樣的環境 剛剛就令到你有個機緣 去做本來你不願意做 或者不敢做的 如果你用這個想法 就變成我不是逃避 我不是怕這個社會 怎樣怎樣 而我是 只是利用這個機會 去做一些 本來我不會去做的事 而可能有一個新的生命 新的經驗 是嗎 是的 都是 你不用想著 明年 我其實 我自己 我本身 都比較喜歡留在香港 因為始終 對於 我來說 我自認 我仍然可以在 現在這樣的環境下 我都做 過得很好的 就是 你有沒有把握 找一些兼職 讓自己可以 生計沒有問題 不要讓人家 是吧 因為我本身 拉中提琴 拉中提琴 可以拉到演奏級的話 其實靠這件事 都可以 運動 運動 本來不想踢爆你 我知道你有專業技能 所以 一定難理不了 你還可能要賺錢 多個去打工 不過你拉多些 教多些琴 但基本上 你不是準備做 教琴為新的 你始終是需要 你日讀統計 你一定會想 但是你一個過渡期 或者日日你 失業期間 你又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這個是 為什麼你會 我從小學到大 這些就是 永遠是平日要準備 做人千萬不要 就是 你吧 有時殺到過來才算 你年輕的時候 空間比較多 就是你學習的空間也多 時間也相對容易 不是說什麼 那你容易做好一些 準備的工作 是吧 好像我後生那時候 都開始寫稿 結果林老妹 寫稿竟然都 找到我的生計 一段時間 是吧 如果不行 現在學定 做視頻都不錯 可能又賺到錢 是吧 機會很多 我們今天 在這個 這麼不開心的時代 我們都 大家正面去看 是吧 尤其是年輕人 不要經常想得這麼灰 是吧 做得出路的 因為始終很多線 我本身 我都不會只是 做統計 可能做其他事情 例如教琴 都是 雙線並行 可能會更多 你還有更多這些 你還可以做節目主持人 和寫稿 做新聞工作 開始你都 好像 他有這個能力 我們這位歌 有寫很長的文 這些你不要看 我沒有錢賺 會浪費精神 做這些事情 突然間 有份文字工作需要你 那你就可以做了 年輕人更多 我的想法是對的 我們差不多時間了 下個星期 我們再找一個 跟年輕人有關 跟社會有關的話題說 好嗎 多謝各位觀眾